怎麼可能啊 二姐那麼久沒下廚了 大姐這冠軍 不單純案肯定有過 你還敢跟我說 還好天籃這組得冠軍喔 你居然給我作弊啊 對啊 你跟我跟我講 你跟我拚出小人這樣知道嗎 竟然天生要摸下來跟人比賽 我怎麼知道評審嘴巴那麼厲害 一吃就知道 你以為學霸什麼都會嗎 告訴你 學霸唯一不會的就是不會作弊 害無聊連喔 叔叔 請你不要怪天真 是我看他準備得這麼辛苦 煮出來的味道都不對 是我才提賣現場的 你敢說什麼 我還沒有調查你 IT偶爾有被黑過 你有什麼目的 黃師傅 你要罵一罵我這個提議的人 關他什麼事啊 你閉嘴 你爸在辦案 說 你叫什麼名字 幾年次 幾月幾日生 報告叔叔 我叫莊逸宇 是班三年 十月八號生的 抽不抽菸 喝不喝酒 有沒有不良嗜好 我不菸不酒不嫖也不賭 兩位放心 我絕對沒有不良嗜好 那以後是幹嘛 那他是問你 畢業以後想要幹嘛 我想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 但現在還沒有機會 所以先在人力資源公司剪裁 來 服裝設計 公務場醫藥一堂洪 來 坐 他說你坐 坐啊 交過幾個女朋友 有幾個兄弟姐妹 爸爸媽媽在哪兒高救啊 黃師傅 你不用這樣問他 他是我同學 不是男朋友 不要一直拷問他 報告叔叔 我是小兄徒子 幫忙都在學校裡當教授 好 你坐下來說就好了 叔 螃蟹作弊的事情 真的是我中原天真的 但現在我知道錯了 我以後絕對不會鼓吹天真 走這些旁聞著道的 你幹嘛幫我擋啊 叔叔 請你不要怪他 小媽知道這個天天賓的巴士 這麼老實 她要做對話給我天真阿士士 不錯 不錯 加一分